今天張喜耀在這裡講話 我保證我自己可以做證 很多資料我都還在 董哥你也可以查證出來 你也經過那段採訪過 是不是 你上次也秀出了一些 我也秀出來當時參加的人 對 夜文打學我們也秀過證據 馬總統 馬英九總統 當時是研究委員 他是研究委員 好 因此現在來看 這個憲法還在不在 在啊 在 還活著啊 然後我再給你補充一句話 阿扁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 阿扁說 有四副一沒有 他在政府演說 四副一沒有 四副 他說絕對不修改憲法 絕對不宣布台獨 四副 這個是給美國人看過的 後面為什麼還有一沒有 要嘛就五副嘛 對不對 為什麼還一沒有 因為他那個稿子弄好之後 先到總統府給李登輝過目 李登輝看完之後四個沒有 他說還不夠 還要加一個什麼 沒有廢除國統會跟國統綱領的問題 阿扁拿筆上面就加一個 沒有廢除國統會跟國統綱領的問題 所以稿子出來變成四副一沒有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歷史 我今天講過來看 你在那裡面的談話 都是發出情感 不僅沒有違法 也沒有對不起台灣 現在我要說的 你去那個論壇 我要說 有多少民進黨的人去參加那個論壇 要我把名字唸出來嗎 包括當過立委的人都去過 對不對 你在那邊的言談沒有問題 阿扁1991年你在北京想什麼話 你自己過來講一下 對不對 民進黨有多少人 但是我看到那裡面 你沒有賣台 沒有賣國 你發出的是民主你的情感 你的感受 我覺得 在中華民國憲法保障之下 大家不請尊重 陸委會 你不是打手 不是選舉工具 陸委會是推動兩岸交流 兩岸和平的一個很重要的機構 不是做一個政治的打手 明年下台兩岸才會通 晚上八點鐘 因為打學會可以一起打電